Salut tout le monde! 小伙伴们大家好! Le Donne Passivit 时间过得真快呀! 我们已经来到大学法语与法国文化的第四次课程 本次课程将结束所有法语语音的部分 也就是说,本次课程之后 法语单词的拼读与发音板块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大家加油! Bon courage à tous! 通过以上三次课程 相信小伙伴们对我们两位助教老师 以及对我都有了一些印象 今天,我们的助教老师Seeki呢 将向大家正式介绍我们三位 从这些介绍词的解析当中 大家可以收获到以下的知识点 一、在语言交际层面 我们将会学习如何介绍一个人的基本信息 二、在语法层面 我们将会学习法语中的直称式现在史 中读人称代词 足有形容词 以及贯词的省略 最后,在拓展版单元 我们将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好了,我们开始了 前面三课,我们已经学了大部分的因素了 大家练习的怎么样呢? 最后一课,我们大概也有十来个因素要学习 现在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原因因素 发这个音的时候 舌位、张口度 与之前学过的A是相同的 但是请大家把双唇突出 必须突出成圆形 舌尖底下齿移 舌前部微微抬起 让你的唇部肌肉感觉较为紧张 下面我们请Sithin的老师来示范一下 谢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原因 它的发音规则 首先第一条 当你在单词当中遇到字母组合 或者是 在词末开音节的时候 通通都发为 请示范 好,谢谢 接下来第二条 当你在单词当中遇到字母组合 在词前面的时候 也要发成 请吃饭 好,谢谢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 我们将学习第二个笔划原因 它是与之前学过的原因A相对应的 所以它的发音部位 以及发音方式 都是与A相同的 但是请注意 你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要将气流同时从口腔和皮腔冲出来 请示范一下 谢谢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 A这一个音速的拼读规则 第一条 当字母组合 1,n 1,m 1,g,n 1,g,m 它们后期间不出现任何原因字母 或者字母m n的时候 我们通通发为 an 请示范一下 tam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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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azin,magazin,sympa,sympa,syndica,syndica 好,谢谢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第二条拼读规则 当字母组合AEM、AEN以及AEN 后面不出现原音字母或者字母MN的时候 我们都发AN这个音 请示范一下 谢谢 好,最后一条拼读规则 当你遇到字母组合UM、UN 后面不出现原音字母或者字母MN的时候 我们也发AN这个音 请示范一下 好,谢谢 同学们,我们接着再来学习一个笔画原因 这个笔画原因ON它与O是相对应的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与O相似 大家发音的时候一定要将双唇突出成圆形 让气流从口腔和皮腔同时冲出 请示范一下 嗯 嗯 好,谢谢 在单词当中 在单词当中 当我们遇到字母组合OM、ON的时候 但请注意 在这个字母组合后面不能出现原音字母 或者字母MN 我们都会发成ON这个音 请示范一下 好,谢谢 好,大家对笔画原因了解了吗 请大家多多练习 练习的时候请注意 一定要让鼻腔跟口腔的气流同时冲出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一个半原音 这个半原音Y 它是与Y这个原音相对应的 它的发音部位与发音方式与Y相同 但是大家一定注意 当你发音的时候要震动声带 产生摩擦 请示范一下 Y Y 好,谢谢 在发语当中 当字母Y与Y放在原音前面的时候 我们会发Y这个音 请示范一下 Fierre Fierre Bierre Bierre Voyage Voyage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条拼图规则 在发语单词当中 字母组合EL 在原音后面且在词默的时候 我们发Y这个音 请示范一下 Vitray Vitray Travail Travail Vermei Vermei 谢谢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第三条拼图规则 当你在法语中遇到字母组合 EL L 在原音后出现的时候 请发作 Y这个音 例如 Batai Batai Travail Travail Fuil Fuil Batai 鼻 鼻 凝固 凝固 好,谢谢 同学们,关于这个半圆音 我们的学习到此为止 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 鼻腔辅音 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请大家将舌尖比下齿和下齿音 舌面中部抬高 接触硬饿,形成阻塞 软饿下降,震动声带 让气流从鼻腔中流出 请示范一下 谢谢 关于这个音速的拼读规格 非常简单 当你在单词当中遇到字母组合 JN的时候 请发作你这个音 请示范一下 Signe Signe Vigne Vigne Ganie Ganie Magnifique Magnifique 好,谢谢 好,同学们 刚才我们学习了法语的所有的音速和发音 大家都掌握了吗? 请大家多多练习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练习四个常见的字母组合发音 这四组发音在法语单词当中遇到的频率非常的高 同时也是初学者感觉不易把握的 现在让我们提前练习一下这四个字母组合的发音 做做热身运动 大家一起来吧 首先第一个 当你在单词当中遇到字母组合 E,E,N 它们后面没有加M,N的时候 或者在它们的后面没有跟随原音字母的时候 我们发作,E,N 请示范一下 要 要 好,我们同时再请Sihin的老师示范一下例词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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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好,请大家跟着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组字母组合 当你在法语当中遇到OEN 后面并没有跟随字母MN 或者远音字母的时候 请发作WAN 请继续示范一下 WAN WAN 再示范一下例词 WANDA WANDA SWAN SWAN WAN WAN 好,谢谢 接下来第三组 第三组字母组合是D,I,O,N 这四个字母碰到一起的时候 他们发作SYON 请示范一下 SYON SY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Nation Nation Affirmation Affirmation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字母组合 字母组合 S,D,I,O,N 它发作SYON 我有发对吗? 嗯哼 你示范一下吧 SYON SYON 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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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SYON N老师 同学们,我们的语音学习就到此为止了 前四课的语音学习包含了法语所有的原因因素 语音音素的拼读以及拼读规则 请大家多多练习 全体及语音音乐 感谢观看